中央里的一条排水沟因设计规划问题 所以沟取深度不足 且多年使用下来边壁有发生破损情况 对地方排水影响甚大 每逢毫大雨时都会发生 雨水鲜泻不及而淹制路面的情况 为保障地方环境安全 县长林明珍也在县议员蔡孟儿陪同下到场会刊 并表示会协助地方来重新建设排水沟 我们中央里的排水沟 路边的排水沟 已经放了十几年 都没有经过来修复 因为水沟已经放下来 变成这么小条 所以它到下大雨 最终引力路面来 让我们这些行人非常不方便 今天来勘察 我们的移病要把它改善 把水沟做大条 把它放在那里 更加热 这样做新的 这样的话可以改善排水的功能 先议员蔡孟儿也指出 中央里这条排水沟 排水不良导致淹水问题 对地方环境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感谢县长能够重视地方问题前来关心 也希望在排水沟重新建设后 排水问题能够得以改善 避免地方防雨避烟的情况再度发生 在这个中央里这条 在我们的乡道 虽然是我们的浪路 在旁边的水沟 挥裂的非常的严重 大水来的时候 因为水沟还洗掉 整个都是崩落 所以如果大水落来的时候 都整个汽水 我们林县长很关心 因为专程说虽然是小路 还是要专程过来 趕快来把它施作 希望公司做好了以后 也能让我们整个水流更加顺畅 也能让我们的区民 真的在过路 还是居住都可以安全又平安 议长和胜丰 感谢县长对于地方建设的重视 也期许在排水沟重新建设后 能有效改善地方淹水问题 保障民众居住的安全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